11月上旬,Home Depot,不是每家都有,我会把这家地址放在下面的说明区,半价,所有的球根 看看还有什么品种,我发现洋水仙就剩这一种了,其他都被抢光了 14块9毛8,30克 居然看到Paper White,这个是不耐寒的品种 香的,有点类似中国水仙的香味,但是闻多了还是有刺激性 风信紫,10块钱,7颗 Paper White,这写的Ziva 它写的是可以递栽的呀 带花边的浴金箱,你知道我周围有好多人,我的天哪,跟不要钱一样 虫瓣的浴金箱 这个30克 虫瓣和单瓣混合的哈,这虫瓣挺漂亮的 单独完全是重办的,我找了一下,完全是重办的,已经被抢光了 大花葱 15块钱,也没了,就没了 但是呢,你要是来的话,不要看这个,要看里面的东西 看看葡萄风信紫,这个不错,其实挺让人动心的,什么呢 不同花色 45颗,15块钱 7块5,一包 挺核算的,现在土壤还没化洞 不是,土壤还没上洞 而且天气非常温暖 原生的浴金箱,这个挺诱人的吧 小花,非常低矮 和Crocus 类似,但是花期比它晚一些 很有意思,这个配上大石头 关键,你看没有 Crocus和它的区别在哪,看见了吗 不是花期 开花时间先后 而是它花色 这个太丰富了 40颗 这个不错 我先爆炸 有一些看上去不错漂亮的 都已经空了 你看架子已经空了 花贝母 大花贝母 这个臭臭的 但是呢 真漂亮 不同花色的 大花贝母 两颗 我估计是一样一颗吧 但是你看看这里头,这里头就剩一金箱了 这不是我买那种吗 一定要桃花 你看看 这不知道是谁放在这的 这个我喜欢 30颗 15块钱 重拌的 看看大花贝母在这呢 被别人挪了位置 所以一定要逃 一定要往里逃 而且喜欢的一定要先抱着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吗 我还得抱着好几个 先抱着 然后最后再慢慢挑 行吗 招人恨吗 这也不错 这我养过 这我养过 挺容易养的 有点像 养水仙 但是开花偏晚一点 其他和花园植物 其他植物 可以配合 开的花挺挺高的 大概有 三尺高 可能 两尺多 两尺多三尺 有点像那个 大花葱的感觉 花形不一样 他也是夏天休眠就看不见了 好了 半价 我估计这很快就会卖完哈 我会马上发出来 有兴趣的朋友 过来看看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